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名言景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孩童 播种下中华民族勤劳简朴的传统美德 那么是怎样的成长经历 让李深拥有这般悲悯天下农人的情怀 他笔下的这两首绝句有何深意 他们对后世又将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朱子辉副教授 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重温经典古诗文第一部第五集 谁知辛苦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语文课本上的这首 这首诗啊 可能是幼儿园的小朋友 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 比如说浪费粮食 爸爸妈妈就要告诫 说中国古代有一首诗 说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就用这首诗这一句啊 来教导我们家的孩子 要让他们去珍惜粮食 不要铺张浪费 所以我相信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都非常熟悉 那这首诗呢 被选在我们小学语文课本一年级的上册 这一首呢叫齐二 还有一首呢 在二年级的下册 我们首先讲一讲 这第二首诗 因为相对于第一首诗来说 第二首诗更有名 在历史上传播的更为广泛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这第二首诗 《除和日当午》 首先我们来看题目 它叫敏农 什么是敏农呢 农大家都知道 就是农民 或者叫农夫 敏是什么意思呢 敏这个字 我们今天有一个树心旁 凡是树心旁的字 它一定跟人的心情有关系 所以敏肯定是跟人的某一种心情有关 所以敏在这里是悲悯的意思 怜悯的意思 那么敏其实如果没有树心旁 只有一个门 里面有一个闻 念敏 敏是什么意思呢 树文解字说 是吊者在门也 就是有的人家里 发生了丧事 有很多人去吊咽 哀悼 那么这些哀悼的人 你要去悼念的这个行为就叫敏 因此敏农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作者 他怀着一个悲悯的心情 去怜悯天下农人的辛苦 叫敏农 那么这首诗的作者 是李深 深事的深 那么李深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 关心农民 怜悯农民的事呢 是不是他本人就是农民呢 其实不然 李深出生在一个 世代为官的书香家庭 他的曾祖父啊 他的祖父 他的父亲 都曾经在各地为官 包括他自己 到后来啊 在晚年的时候 在唐武宗时期 也曾经位及人臣 所以李深他不是一个农民 那么李深为什么能够写出 这样的诗歌呢 这跟李深早年的经历有关系 李深呢 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富贵家庭 但是呢 李深在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后来他的母亲又死了 大家可以想象啊 李深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 他应该过着一种非常 孤苦伶仃的生活 比较艰难的生活 也可能在这种情境之下 他就接触了很多 底层的劳动人民 对那些农民的生活 就比较了解 因此能写出这两首诗 关心民墓 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 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首诗 就是齐尔这首诗 除河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我以前教我孩子读这首诗的时候 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爸爸 为什么要除河 那河苗长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除它 如果熟悉农业生产的同志 应该知道 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 有一种叫建苗法 就是这个河苗长得太多 太密 空气不流通 阳光 日照不充足 那么这些河苗 长大了以后 它所接的果实 就不饱满 所以农民不仅 要给这个河苗除去小草 那些杂草 而且也要把多余的一些 河苗给它除掉 这叫除河 所以一个除河里面 有很多的农业生产的知识 也饱含了我们千古以来 农民 它所总结的生产的经验 那么下面日当午 是什么意思呢 我孩子曾经也问我 他说你看看 那个午肯定是中午的意思 天气很炎热 那农民为什么要选择 这个时间去除河呢 这里面又包含着一些 农业生产的智慧 就是这些小草多余的河苗 如果你在阴雨天 比如说你除去以后 是阴雨天 它马上就复活了 所以在烈日炎炎之下 你把这些小草给它除掉 一会儿就晒死了 晒枯了 可以起到一个 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这叫除河日当午 那么接下来一句 汉地河下土 那么我们都说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它有很多辛劳的很多细节 但是李生这首诗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首五颜绝句 很短小 很精炼 它必须选择一个 非常典型的一个形象 他把其他的东西 都给它删去 突出一种形象 就是汉地河下土 从诗歌创作理论的角度 就是王国伟有一本书 叫《人间词画》 他说自然中之物 都在一种相互关系 和相互限制之中 非常复杂 涉及到多方面 那么如果你把这个事情 写之于文学和美术当中 怎么办 要移其关系和限制之处 把其他的不必要的 那些繁荣的细节 给它去掉 突出这个老农民 在烈日炎炎之下 怎么样 汉地河下土 那个汉就沿着自己的脸颊 滴到那个枯胶的 被晒干的那个黄土之上 那么这样一个典型的形象 非常深入人心 你只要读完这首诗 一个老农民 站在这个烈日炎炎之下 他那个汗流浃背的形象 就已经深入到你的心间 你永远忘不掉 所以这两句写得非常好 很真切 很生动 很形象 用王国伟的话来说 什么诗歌叫有境界 就是能够写真景物 真感情者 为之有境界 那这首诗 我们读完了以后 获得这样一种 真切生动的形象 那真的是有境界 黄土之上 田笼之间 炎炎夏日中 灰汗如雨的农民形象 令每一位读者都难以忘怀 李深通过寥寥数语 将农耕劳作的辛苦 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让我们认识到 一道一速是如何经历了漫长的生产 最后成为我们的盘中餐食的 那么敏农为何可以流传千古 成为儿童启蒙与教化的第一课 他对统治者为政治国 又会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下面两句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有的同学说 谁不知道啊 我们从小就是爸爸妈妈告诉我们 要节约粮食 要珍惜农民的劳动成果 这话不错 可是我是告诉大家 有的人真的不知道 那个大米从哪来的 有的人真的不知道 盘中餐是怎么来的 历史上就有一个著名的典故 讲的是西晋有一个皇帝 叫晋慧帝 有一年天下大旱 民不聊生 那么农民没办法生活怎么办 挖树根 吃树皮 所以有的大臣就把这个事情 向晋慧帝汇报 晋慧帝啊 想了半天 想不通 史书里是这样记载的 说晋慧帝说 何不施肉糜 肉糜 糜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粥 或者稀饭 这晋慧帝你看看 从小生长在生工之中 他哪里知道农民生活的艰辛 他哪里知道一厘米 是怎么经过艰辛的劳作 漫长时间的等待 有很多人孵出这个劳动 才变成大米饭的 他不了解 所以随之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真的不是一个空洞的说教 我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啊 不仅用这一首诗 随之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来教育我 而且把和他相关的 一系列诗歌 一系列名言锦句 变成我们家的对联 我们小的时候读一本 叫《诸子家训》 其中有两句 一粥一饭 当似来之不易 半思半缕 横念物力为奸 就是一粒米 一粒饭 都是来之不易的 那个身上穿的这个衣服 半丝半缕 那个纱线 那个纱布 也是通过农民艰辛的劳动 才有的 所以告诉我们的孩子 一定要勤俭节约 不要铺张浪费 那么不仅我们这些 普通的家庭 用这首诗 用跟他相关的 一些名言锦句 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就是一些皇家 也是这样 这个历史上记载 明代有一个皇帝 叫明仁宗 叫朱高赤 他自己就非常体训 农民的辛苦 他知道农民很不容易 所以他最后的 这个嗜好叫仁宗 仁宗说明这个皇帝 非常具有一种仁爱之心 中国古代 给一个皇帝的诗号 不是随便给的 对他一生的工业 有一个评判 这个明仁宗 朱高赤呢 自己做皇帝的时候 经常就是书写 这一首诗 《楚河日当舞》 而且书写了以后 把它张贴在宫廷里面 让自己的孩子们 那些皇子们 皇孙们去学习 后来他的太子 叫朱瞻基 就做了下一个皇帝 叫明仁宗 清代有一个文人 写了一本书 叫《万事遇恒录》 在这本书里 他就记载了 这个明仁宗 朱瞻基 做了皇帝以后 非常感念自己父亲 当年对自己的教导 《楚河日当舞》 《汉低河下土》 《谁知盘中参》 《历历皆辛苦》 他经常念诵这首诗 那么在这本书里 就记载有一次 早朝退去以后 这个朱瞻基 明仙宗 他就跟身边的 这些侍臣们 这些大臣们说 他说你看看现在 天气上延 就天气正是炎热的时候 可是呢 正是农夫耕耘之时 天气越炎热 农民不能休息 他要抓住农石 去除苗 去培土 去施肥 他于是就跟身边的 这些大臣们说 就读这首诗 《殷诵》 《楚河日当舞》 这首诗 他说我 每诵此诗 我心中未尝不念及 天下农夫也 这些农民很可怜 怎么可怜呢 勤苦中岁 油不免于饥寒 就是勤苦一年 忙忙碌碌 一年 最后啊 还吃不饱 穿不暖 所以我们作为统治者 作为管理者 你要知道农民的辛苦 所以国家怎么样呢 他提出一个建议 要轻摇薄负 要少征收农民的赋税 而且呢 要种农贵谷 要重视这些农民 要珍惜粮食 因为从我们整个中国文化 这个历史来说 我们是一个农业社会 我们这个国家 自古以来 立国之本就是在农民 农业 要以农为本 以民为本 所以他就告诉身边的这些人 要禁止油食 你们这些王公贵族 你们不要铺张浪费 这样我们管理者 都做出了一个 率先垂饭的作用 那么天下人 都嫌乐于更加 那么天下人都会 很快乐地去从事农业 生产工作 这个国家就会生活富足 人们都可以安居乐业 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 这是讲的朱瞻基 《民宣宗》这个故事 那么我讲的这个故事 就告诉我们 我们这首诗 不仅对普通的民众 有一个教化的作用 在历史上 对统治者 也有一个影响和教化的作用 那么这首诗 从唐代以来 从李生 唐代写完这首诗以来 宋 元 明 清 历代的诗歌选集当中 只要选唐诗 一定有这首诗 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读完这首诗还不够 还应该读一读它的第一首 就是《春众一栗素》 这首诗呢 被编排在二年级下策 为什么我今天要把它放在一起讲呢 就是因为这两首诗 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它是有一个互相补充 互相说明的一个作用 短短一首五颜绝句 其教化作用不容小觑 历历皆辛苦的教会 仅是这历代皇帝要重农贵谷 例行节约 下至平民小童 上至一朝天子 都在这首诗的启蒙之中 理解了劳动果实的可贵 足以见得理深这首诗的社会影响力 而在朱子辉老师眼中 敏农其一的行文更大胆 利益更深远 这首诗究竟揭露了 怎样的社会现实 这两首敏农在内容与情感上 有何不同又有何联系 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首诗 《春众一栗素》 秋寿万科子 四海无咸田 农夫游饿死 意思仍然很简单 语言仍然很朴素 但是里面利益很深远 值得我们去品味 什么是春种一栗素 就是我春天播种下一栗种子 素就是小米 今天北方比较常见 秋寿万科子 到了秋天 你就能收获很多很多粮食 万科子 形容一种丰收的热闹的场景 可是我说 这两句中间的农民辛苦劳作的过程 它省略了 对吧 怎么样从春天的一颗种子 到了秋天的万科子呢 它说的比较抽象 比较笼统 那么你必须去读齐二 从春天的播种到夏天的收获 那中间的那个辛苦的劳作 就在第二首诗里面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是除河日当午啊 是旱地河下土啊 这个中间农民要除草 要施肥 要浇水 那真的是经过漫长的一个时间的劳作和等待 最后终于有了这样一个丰硕的收获 不仅如此 到第三句 大家看 四海无咸田 什么叫四海 四海就是整个中国 我们以前古代 把中国叫四海之内 四海之内都没有闲置的 抛荒的土地 那请问 是谁把这些荒地 荒田 都把它变成良田 都耕耘了 是谁 当然是农民 我在这里要插一句 我们小学还有一首诗 叫乡村四月 是南宋有一个诗人叫翁卷写的 那首诗是这样说的 绿遍山垣 白满川 子归生里 雨如烟 乡村四月 闲人少 材料 残桑 又差田 什么是绿遍山垣 白满川 就是整个山野 都是郁郁葱葱的庄稼 什么是白满川 农民要灌溃呀 所以每一条河流里面 都有很多 容容样样的水 我们以前都认为这首诗 只是描写农村生活的 风光的美丽 但是如果你把这首诗放到历史当中去读 你知道这首诗其实和我们今天讲的这首诗四海无闲田一样 同样是反映农民生活的艰辛 农民劳作的辛苦 那么我们把这三句话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它是层层推进 对吧 从春种一粒素 到秋收万科子 最后到四海无闲田 它写得非常大 它和刚才我们除和日当午那首诗不一样 除和日当午是抓住一个细节 抓住一个农夫的形象 抓住这个典型形象 去抒情 去描写 这个春种一粒素不是 它不是从一个小处着眼 它是从一个大处着眼 从四季的轮替 从整个中国的大地上 去看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 那么我们读完到这 我们每一个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自然会感觉到 农民如此的辛苦 那应该是丰收了呀 那应该可以过上 比较美满的富足的生活呀 过上比较安顿的生活啊 最后一句 感觉 有一个陡然的转折 是什么 农夫有饿死 农夫不仅没有过上美满的生活 却饿死了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农民饿死 作者戛然而止 他没说任何话 但是只要一个愿意去思考的人 就会从这个意犹未尽之中 发现很多问题 作者是在揭露一种社会的不公正 这一句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情感的力量 不仅是从整个诗意上 它是对前面诗意的一个转折 古人评价这一句叫什么 叫高空坠石 突然从高空坠下一个石头 那个力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产生的这个诗意的效果 情感的冲击力就非常大 这一句是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情感的作用 你可以从语词上发现秘密 其中有一个语词叫油 农夫油饿死 这个油字 如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 它是一个副词 是一个虚词 它没有实际意义 可是我们中国古典诗文 特别注重这个虚字 古人说虚字是什么 是脱精神而传语气的 就是一首诗用得好不好 它有一个诗言 如果你用得好 整个诗句都焕发出一种色彩 一种光芒 一种力量 四海无仙田 农夫油饿死的油 就是这个诗言 特别有力量 它能够把整个诗歌的精神气 一下子提升出来 你可以想一想 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 还有哪一些用油的 比如说岳飞有一首词 大家都熟悉 叫满江红 其中有两句叫 静康尺 油味血 那个油字如果你读懂了 你就知道 岳飞做一个抗金的英雄 他内在的一种郁闷 奋机之情 还有我们毛主席 有一首小词 叫补蒜子 其中有一句说 已是悬崖百丈兵 油有花之翘 他写那个梅花呀 悬崖上面都已经百丈兵了 天气和其的寒冷 但是梅花呢 在枝头 俏力地绽放了 那个油子 所以大家读诗读词 一定要深入到我们的 语言文字当中 去品味这个语言文字 所饱含的一种文化的情韵 那么这首诗 你才能找到它的艺术风格 才能知道它情感的力度 那么这两首诗呢 我们就这样讲完了 大家听完了这两首诗以后 你会发现他们的确是 不能少掉任何一首 必须两首诗一起读 这两首诗 从不同的角度去着眼 把整个中国大地上 农民 所有农民的辛苦 所有农民的辛苦的劳作 都写得淋漓尽致 好 这是我讲的这首诗 它基本的一个含义 那么有一点 这首诗我们还需要 非常关注的一点 就是这首诗的形式 我提到这一点是 希望大家 你读诗的时候 千万不能只是读一个大意 诗歌的美正在于语言的美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而我们的中华语言文字 正好有这样一种特点和魅力 能够帮助所有的诗人 能呈现这种情感 古代诗书里有一种吟诵 如果你配上这种吟诵 你读起来 更能够体现这种情感 比如说 春中一林树 秋千万可思 四海无仙田 农夫又恶 Qing 这四诗 Father 七一 七二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 各种诵读诗歌的方式 帮助大家去理解这首诗歌 内在的 那个深刻的情运 这是我们讲这首诗 它最基本的一个情感 最基本的一个内涵 两手敏农 既描绘了农民辛苦耕种的具体形象 又提出了发人深省的社会结问 二者相互惨发相互说明 将农民的悲苦命运 写得淋漓尽致 充沛着真挚的情感力量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时代背景 让李深生发出如此大忌苍生的悲悯之情 与李深同时代的其他世人 他们笔下又记录了怎样的社会景象 优国优民的李深 能否在时代洪流中有所作为呢 请继续收看第五集 谁知辛苦 那么对这首诗的解读还没有完成 我们还要把这首诗放到历史当中 据说这首诗是写于唐德宗 真元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的七百九十九年 如果大家对唐朝的历史 有一点熟悉的话就知道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是刚刚发生安史之乱之后的 中唐乱史 那当时唐朝的社会 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据历史学家 就是我们今天历史记载 就当时社会上有这样三大弊端 一个是宫廷内部宦官专权 宦官可以对皇帝的性命 有一个生杀予夺的权利 中唐以后有很多皇帝的命运 都掌握在宦官手里 这是宦官专权 那么在朝堂之上怎么样呢 朝堂之上很多大臣们相互勾结 叫彭党之争 拉帮皆派 互相内耗 那么在地方呢 叫藩正割据 很多节都史啊 地方重臣啊 自立为王 不管你中央 所以当时有很多诗人 比如像白居易 袁枕啊 张吉啊 他们的诗歌里都有很多 记录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情况 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呢 他曾经做过陕西周治县的一个小县位 这个小县位负责什么工作呢 就是征收各种赋税 他有一次啊 到农村去征收赋税 他看到很多农民在割麦子 于是他写了一首诗叫《观易麦》 易麦就是割麦子 他看农夫在农田里割麦子 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 有一个妇女抱着孩子 站在那个田旁边 干什么呢 专门等别人把这个麦子 收完了以后 他剪散落在农田里的那一些麦穗 所以他有一首诗这样写的 他说富有品富人 豹子在旗旁 右手丙一碎 拙臂悬臂框 什么意思 他说这个老妇女啊 等着别人割完麦子以后啊 就去农田里面去捡那个遗落的麦穗 右手丙一碎 左手悬一个壁框 就把那个尸起的麦穗 放到这个破框里 他不明白什么事啊 后来就问他 听其相顾言 闻者未悲伤 家田输税尽 使此冲击场 他们家为了交税 交各种科捐杂税 自己的丈夫为了服兵役 家里已经没有人了 把家里的田地都交税了 一家人没有办法生活 怎么办 所以使此 使这些别人不要的那些麦穗 来暂时 满足一家大小的生活 解决眼前暂时的饥寒 所以白居宜写完这首诗 最后很感慨 他说 经我何功德 曾不试农丧 利禄三百代 岁宴有余粮 我这个人有什么功德 我从来都没有做过 这些农业生产劳动 可是我一年有三百代的粮食 到了岁末的时候 还有余粮 你看这个社会公平吗 亲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吃不饱 穿不暖 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 坐享其成 所以白居宜最后说 念此私自愧 近日不能汪 内心感觉非常惭愧 一整天都忘不了 因为看了这个农妇在捡卖岁 这个捡相一天都忘不了 当然他是站在一个 士大夫的角度 对农民的痛苦 有一种同情和悲悯 有一种忧国忧民 大忌苍生的这样一种 入世情怀 李生也是这样 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 你再来看李生 写这首诗 就是李生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我们在文化史上 就第一次记载李生 这两首诗的 是晚唐有一个人 叫范淑 写的一本书叫 云熙有意 在这本书里就记载 李生这首诗传播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唐的 一个人要是想参加科举考试 你必须在科举考试之前 做一些准备 什么准备呢 就是行卷 什么是行卷 就是把你平时写的 那些最好的 你认为最好的诗文 做成一个卷轴 然后呈给一些 在朝廷里面有威望的 或者是在文堂上 有名望的一些文人 一些官员 然后让他们 把你的诗文 再交给主考官 那么主考官对你就有印象 那你这一年的进士考试 可能就会很顺利地被录取 所以李生当年就是把这两首诗 闽农二手 呈给了当时一个 非常有名望的官员 叫吕翁 刚才我所讲的 这个《云玺有意》 这本书里就记载了 说这个吕翁啊 看到了李生给他的这个卷轴 这两首诗啊 就告诉自己身边的同僚 还有兄弟 他说无关李二十秀才之文 诗人必为倾向 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看了李生的这两首诗歌 我相信这个人将来 一定能够做倾向 后来果然李生到了晚年 到了唐五宗时期 真的做了宰相 大家可能有疑问 就是吕翁怎么如此能够诗人 我觉得啊 吕翁肯定是通过这两首诗 看到了李生 他内在精神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这两首诗里面 我们刚才已经读了 你肯定知道 这两首诗里面 他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 就是文人 他不只是一心只读圣贤书 他读了圣贤书之后 还是要用你所读的知识 去关心社会 对这个社会有一种责任感 有一种使命感 所以这两首诗里面 让吕翁感觉到 李生是一个有着 敏锐社会洞察力的人 是一个有着远达报复 高远理想的人 尤其他最让人感动的是什么 他对天下的农民 有一种真诚的同情 他这种悲悯的情怀 是我们读书人最缺乏的 所以他可以断言 这个人 李生 今后一定能够为倾向 叫四人必为倾向 后来果然如此 那么我们从文本的角度 从历史背景的角度 对这两首诗 做了一个完整的解读 那么作为我们今天的青少年 从这两首诗当中 应该学习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 第一 读书不仅要知识好 要学知识 要成绩好 还要多关心身边的人 尤其是要关心那些 社会底层的一些弱势群体 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遇到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 李生这种悲悯的情怀 对这些弱势群体 多关心 多体贴 多同情 有的时候甚至多说一声谢谢 我们这个社会将越来越美好 除此以外 我们更要学习李生的这种 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使命 对家国的这种关心和热爱 我想这首诗留给我们的教化 不仅仅是珍惜粮食 不搞铺张浪费 要勤俭节约 还有这些文人士大夫的精神 值得我们在品读诗歌的时候 去发扬光大 好 今天这首诗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